小朋友暑假到北市南港公園玩樂 盪鞦韆旋轉盤溜滑梯樣樣來 沒想到郵具卻暗藏危機 南港公園公園的盪鞦韆是採用這種U0卡扣 就有家長帶小朋友來盪鞦韆放地點 卻發生了卡扣插銷鬆脫 導致盪鞦韆掉落差點 鞦韆鞭線 他也坐不太上去 然後盪鞦韆就斷掉 蠻危險 因為也是看旁邊的那個大姐姐就是 看超高的 然後其實姐姐玩樂那一個 也是同樣的就是維修的方式 小孩子就不太敢帶過去嗎 17月3號傍晚 這名家長帶著4歲小孩 前往南港公園放店 沒想到兒子鞦韆盪到一半 扣還硬生斷裂 讓家長嚇壞 好險因為小孩年紀小孩不太會玩 沒蛋糕這才沒受傷 實際直擊 南港公園鞦韆已經恢復原狀 不過周遭還是有不少郵具 維修中 這座兒童遊樂場 108年7月啟用 當時斥資兩千萬建制 今年度也編了 預算一百六十萬元維修費 但還是發生意外 議員痛批是弗洛斯 鬆了嗎 而就在意外發生隔天 北市公園處四號宣布宿架開箱中山兩處新公園 歡迎大小朋友來玩耍 只是在新郵劇風光啟用背後 是否是否以替民眾做好安全把關 否則若發生意外 誰又能承擔 三選中神回頭 想要台北什麼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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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